大家好 這幾天好冷 沒錯 這禮拜五是最冷的時候 但是週末的時候 會稍微緩和一點點 不過要注意禮拜天 可能水氣又再增多一點點 禮拜一二 下禮拜一二 大致上東北風又會增強一點點 這個一點點 大概就一兩度的差別 如果你沒有注意天氣的話 可能會感受到很明顯 北部是比較明顯一點點 中南部都很穩定 下週三開始會預期 會逐步的緩回溫 而且會有一段時間 但是還是有一點變動空間 我們會隨時幫大家觀察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現在台灣上空有兩種雲系 一個是比較低層的雲系 一種是比較高層的雲系在這個地方 然後配合上東北風 所以相對之下涼涼冷冷的 尤其是迎風面 東北講迎風面還會有下一點雨 整個環境來看的話 大致上水氣是逐漸在減少當中 但是有時候又會增加 像禮拜天可能會增加一點點 但是這個都是零星的 不是整天都下雨 跟過去這兩天不一樣 有一個空檔的時間會增多一點點 中南部都持續穩定 到下禮拜二三之後就改為吹東風 整個溫度就會逐步的緩回溫 但是不是太快 一直要到這個下個五一勞動節那個假期 不過現在有一個變數是 是不是有一道封面會在這個台灣北邊發展 那是不是有偏南風 那是不是有一些低壓擾動 的確也越來越有多這個跡象 有低壓擾動發展的這個趨勢 是不是颱風還有在觀察 但是呢下禮拜的到週末的活動是 等於是天氣的因素會變化比較大 請大家隨時看我們的天氣預測 大致上冷空氣是慢慢的在減弱當中 在高尾度的地方還是比較冷 台灣這邊的確慢慢慢慢的 就會開始回溫起來 但是回溫的幅度不是太快 是慢慢的往上走 所以一下子上升又一下子跌回去 所以各位有沒有看到 禮拜天到禮拜一 大概是18到24度 這是北台灣的溫度 到了下禮拜四五 就會明顯的有回溫的感覺了 南部就跟北部這幾天的天氣 是有落差的 大概一件一幅的差別 南部來說的話 預計到週末是24到28 9度 差別很大 請大家多留意了 大致上南部最近的天氣都還不錯 不要用北部看世界 大致上我們這幾天 東北風由於等於是說 水氣比較多一點點 迎風面的雨會比較大 其他西半部都相對的滿晴朗 到了下週一 二改風向 就會逐漸有一點變化了 所以最近的天氣很像 但是事實上還是有一點不一樣 未來的天氣是可以期待的 以上是今天天氣